念 撇和纳 非常飘逸 一定要放开手脚 去写这个撇和纳 不要太拘紧 下面这个勾特别大 C4D下面的勾是特别特别大的 这两个点一定要 有勾带 念 撇 要手腕 要甩得很远 这个需要挪动 你看手稍微挪动一下 挂平手指头 因为这个字比较大 挂平手指头是这样不够的 因为手可以稍微的这边挪一下 挪过来 纳也是向上 一定要这样 要注意 它是低的 它是高的 这一点千万要注意 很多同学在这里写错了 他把写成 他写到这里 纳也写到这里 和他是一样的高 手笔的地方是一样的高度 这就错了 他故意设计成正面低 正面高 这个字就有一种姿态 然后里面两个横 横 横 连着到这里 毛笔在这里面 看毛笔筋 勾下来 再来再看一下 到这里以后 毛笔筋在笔划里面 看到吗 是这样的动作 到勾的地方 毛笔筋稍微摁一下 焖一下以后 然后换方向 往这个地方调 这里要稍微的顿一下 往这方调 调起来以后 马上是这个点 勾起来 顺势摁下去 回锋 回锋就是毛笔 把毛笔筋在笔划里面 让它调一下 调正 这就是回锋 这个念字 它结构 刚才我同学们讲了 最容易出现错误的 就是一个这个地方 就是我把错误的同学 给同学们写一下 它都是这样 容易写成这样 包括心字底 它写成这样的 好看不看坏 挺工整 挺规矩 但是 我们既然学习 起工体书法 就是学习这个书法的 个性和特点 它的优点 它的个性就是什么 就是 它两个高度不一样 这个 它不一样 是这样 还有个个性 就是你看心字底 是不是也不一样 它这个心字底 非常平的 它的心字底 是这样的 平的 起工体书法 心字底 是什么样子 是这样 能看出来吗 这个C字底 是不是 这是不是一个 长方形的一个 这个C字 是不是这样 小学生 或者同学们 学习 比其他的书法家 他的字 他就这样 平等 但是起工先生 把他翻成这样 我这个 这个画的图 相信每一位同学 一看就明白 我也不讲什么 书法理论 把大家说的 云头转向 转个大圈子 直接告诉你 就是这个感觉 相信每个同学 都能听懂 好 北极客就到这里 同学们 下期再见 再见